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柯比我晚来公司半年 他是学的模具设计专业 在我们公司来上班 有点大材小用了 隔行如隔山 虽然他在模具设计方面很专业 可是在汽车剪剧行业 他还不如我一个中专生了解得多 因为工作上的交集和王柯健谈爽朗的性格 我们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认识的第三个月官宣恋爱 那个时候因为我俩都是背井离乡 然后只是听王柯说起他是家里的独生子 他爸妈做小生意的 以王柯的性格和为人处事来看 我觉得他爸妈应该差不到哪里去 可是每个人都有判断失误的时候 比如我对他爸妈的判断就是最大的失误 恋爱第八个月的时候 王柯趁着过年放假 带我第一次去他家拜访他爸妈 他爸爸话不多 是个把耳朵 家里的大小事都是他妈妈说了算 我想你们肯定认为 在那样的环境下成长 王柯肯定是个妈宝男或者余孝 其实我见他爸妈第一面的时候也这么想的 可是到后面的接触 再到因为我的学历 他和他妈妈反抗到底 为我鸣不平的时候 我确定以及肯定 王柯不是马宝男 第一次见面很不愉快 他妈妈得知我是个中专学历 并且家里有两个哥哥负担重 他直接当着我的面否认了我 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王柯一个正经的大学生 怎会娶我这种中专生做老婆 还找来王柯的表姐一些 过来劝王柯和跟我分手 不要为了我这种想叛高知的乡下女人放弃更好的 最终 王柯忍无可忍发了一顿火之后 他妈妈和那些亲戚们才消停 那一年的大年三十 我俩是在火车上度过的 王柯对他妈妈发完火之后 便带着我回了我家 我爸妈本就是农民 也没有那么多讲究 他们就是希望我家的人不需要多有钱有势 只要对我好 能护我周全就可以 我想这也是很多当爸妈的心愿吧 他们都希望孩子过得好 并不只是在物质上 王柯是个很懂事的人 我爸妈对他很是满意 年过完离家去公司的时候 我爸妈和两个哥哥分别给了王柯一千二百元的红包 钱不多 但是代表着他们的心意和认可 他比我幸运 第一次来我家是当贵客一样 而我就不同了 第一次去婆家就因为学历被否认了一切 我去婆家的这些经历 至今我都没有跟我爸妈提起过 因为我怕让他们觉得委屈了我 回到公司上班后 我为了讨好未来婆婆 也为了证明我不是口中想攀高知的女人 尽我所能的对他们好 吃的喝的用的 只要在我的消费能力范围内 我都给他们买 想着总有一天能把他们感动 可事实证明 我感动的只有我自己和王柯 王柯因为过年婆婆闹的那些事 就很少给家里打电话 过节放假 宁愿跟我窝在一起也不回家 我在曾经还劝过他 要不就算了吧 我不想让他家在我和他妈之间为难 可他非常认真严肃地说 不会再让你受伤 我要证明我的选择和眼光都没有错 在恋爱的第二个年头 王柯不知道给他爸妈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他妈竟然主动给我打电话过来 说对我有些误会 同意我跟王柯在一起 我当时的心情比重彩票还高兴 所以在那一年 王柯跟我求婚 然后在亲朋好友和双方父母的见证下 我们顺利订婚 我那准婆婆在我们订婚当天表现得非常积极 还一个劲地夸我妈 把我教育得好 彩礼按我们那里的收了12万 在收彩礼时 我爸妈明确表示 会再添8万 凑20万 让我和王柯两人去买房 因为在我们订婚之前 王柯在我们家念叨过买房的事 说不想婚后和他爸妈同住一个屋檐下 两代人之间有代沟 生活习惯都不同 住在一起 矛盾肯定少不了 所以打算在婚前首付一套小两居 准公婆是最后得知我们要买房的消息的 家里就一个孩子 虽然很不情愿 但最终还是选择帮了我们一把 我这人不记仇 并且我觉得 人的好与坏要分得清 并不能因为之前的坏 就去否定现在的好 所以 公婆的出资帮忙买房 我很是感激 我们买的是二手房 拎包入住的那种 因为想快点结婚 所以 二手房是最好的打算 买房子到结婚 花了近半年多的时间 房子买到了王科他们家的市区 离公婆住的地方 开车需要四个小时 算是有点远了 订婚之后 公婆对我的态度 明显比第一次见面好太多了 而我对他们意识更好 可是 到现在我才明白 婆婆对我好都只是表面 她背地里说我的那些话 可以用不堪入耳四个字来形容 买完房子 张罗着结婚 公婆忙得不可开交 结完婚的第二个月 婆婆借着结婚累病了的理由 成功地在我们的婚房里住了两个多月 我并不是嫌她和我们住了 毕竟婚房人家也是出了钱的 可是婆婆不那么想啊 她是聪明人 自打我第一次登门 王科放狠话之后 她就改变了战术 当着王科的面夸我懂事 还解释之前误会我了 然后 王科一不在家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又不想让王科因为我 去跟他妈闹腾 所以 对于婆婆的说教 我都选择忍 毕竟 谁也不想 好好地移个家 因为婆媳不合 闹得鸡飞狗跳 婆婆在我们那里 住了差不多快两个月 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 我巴不得一天24小时加班 反正 只要王科不回家 我是很抗拒回那个家的 终于 在一个 本来要加班的周末 结束了婆婆入住我家的生活 那天 王科和我 因为公司展会的事 本来是要去加班的 结果走到半道上 老板临时通知在家办公 不用去公司做班 方案做好后 直接发给老板就行 然后 我俩屁点屁点的 买了一堆早餐之后 就回家了 本来想着 周末大清早的 婆婆肯定还在睡觉 就小心翼翼地开门 不想打扰到 她老人家休息 因为她经常在我们面前唠叨 说 我们早起 上班的时候小声点 她睡觉很轻的 吵醒就再也睡不着了 然后那天 我俩像做贼一样进了家门 然后就听见 婆婆扯着嗓门 又在吐槽 现在当儿媳妇的 都没教养 不伺候公婆上桌 这栋筷子 要不是王科威胁我 我是死都不会承认 我这个儿媳妇的 小学历没学历 要长相没长相 连一点家教都没有 我是真不知道 我该怎么做 在她眼里 才算有家教 有教养 我们因为买的房子 离公司近 所以每天中午 一个小时的午餐时间 都是回家吃的 那中午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来回至少得15分钟的时间 我们中午吃的饭 也都是随便凑合 先一天晚上 把菜一些都弄好 第二天 怎么简单怎么来 时间紧张 我总不能天天回家伺候她 等她上桌了 我才感动筷子吧 我们吃饭的点 人家不是不饿 就是不想吃 那你们说 我非得等到她饿了 伺候她吃了 我才能吃饭吗 她的埋怨和吐槽 我和王科 清了个一清二楚 我当时并不觉得意外 因为她在王科不在家的时候 经常这样 我早已习惯 可王科听不得这些话 她直接推门而入 婆婆当时惊了 挂了电话 还满脸微笑的 问我们怎么回来了 王科直击重点 问婆婆 什么样的才算有教养 还问婆婆 是得了帕金森 还是老年痴呆了 吃个饭都得伺候 一把年纪了人了 能不能不这么多戏啊 婆婆被王科的话 对得哑口无言 自己提出 让王科送她回老家去 还扬言 以后都不会再来 连走前 还不忘再踩我一次 问我 闹成这样 我开心不 或是惊 我没有回答 也不想回答 我不知道 到底是谁 放着好好的日子 不过 非要折腾 出了事 就往我头上 扣屎盆子 你们得评评你 到底是我 学历第一枚家教 还是婆婆 爱作妖 好了 今天的故事 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